工地金线沉洞 工人惨落丧命 上周三在长岛 一名工人活活遭到沉洞吞没而丧命 59岁的Edward Sinnott和其他工人 当天在亨廷顿一间屋子外 安装污水池 在毫无预警下 沉洞突然在工人脚下打开 其中一名男子掉进沉洞 但他幸运地紧紧抓住了工程设备 而防住了小命 Sinnott却没有这么好运 随后的几小时 搜救人员都竭力搜索Sinnott 但是为时已晚 只好宣布他当场死亡 据报这个沉洞 比两部汽车的长度还要宽 长岛近年来已发生好几起 民众和动物掉进污水池的事件